异味性皮肤炎对患者来说是个噩梦 在皮肤科医师盐里是个头痛的课题 台东马街医院邀请了皮肤科医师张瑞珊 带大家来认识异味性皮肤炎 以及患者在日常生活里如何保养 而近年也有科学家研究新药 让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有了更多的新选择 洋洋洋抓不停 异味性皮肤炎对于患者来说是个噩梦 在皮肤科医师盐里是个头痛的课题 异味性皮肤炎和免疫系统过度活化 有很大的关系 而患者大多在婴儿时期就会有发病的征兆 而另外当患者生活作息不正常 免疫系统不稳定时等因素 就会严重影响睡眠状况甚至到社交生活 所以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需要长期追踪治疗 传统治疗上轻重度会使用雷固醇 重重度则是以照光和恐服免疫抑制剂为主 雷固醇虽然药效快 但长期使用会有皮肤萎缩 毛囊炎等副作用出现 近年来科学家研究新药 台湾食药署也在2019年 引进生物制药杜碧炎 2021年核准新型外用 非类固醇药物 史福建 小分子口服标靶药物 艾滅炎及瑞虎 标靶药物是目前最新的治疗 这个治疗它相对的 治疗效果是目前可以说最好 比生物质疾来的更好 大概有7到8成都可以改善75% 甚至有6成的患者是可以全都清除的 清除到病毒 不过这个还是要相对注意 它在肝肾功能跟白血球的部分 需要做定期的抽血 目前台湾已经通过12岁以上患者 可使用肚臂炎 但要18岁以上才能申请健保 且要符合相关条件 像是病灶持续6个月以上 范围大于30% 体表面积且病情重度 再来是传统治疗6个月以上 无效等才能符合健保适用的对象 医师也表示 不管有没有使用这些药物 如医保养正常作息 避免汗水刺激 少吃甜食 也可以改善肤质 现如今对异味性皮肤炎的治疗 非常多种 但要真正改善 还是需要从日常生活做起 记者判罪于台东市报导 消费